大家好,我是阿慧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海力煎 太久没吃了,真的好想念那个味道 之前在厦门古浪雨吃过 太美味了 厦门古浪雨的阿嬷教我的做法 今天分享给大家 焦香酥脆的海力煎 喜欢的话,你也试一下 超好吃的 太鲜了 买来的海力,倒到水里面清洗一下 这种比较小的,就是特地买过来煎蛋的 我们把它清洗一下 轻轻地去搅动它 洗汁水清澈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捞出 洗净的海力沥水备用 碗中加入50克红薯粉 加少量清水,够稀释就可以了 搅拌化开 碗中打入4个鸡蛋 鸡蛋打散 加入葱和香菜 搅拌均匀 再加入洗净剁碎的榨菜 食用盐半勺 小半勺的生抽 有鱼露的话就不用加生抽和盐了 直接加鱼露 加入适量胡椒粉 满小的海力的好处就是不用焯水 直接加进去 如果你买的是大的生蚝 焯水10秒钟 再加到蛋里面去 做海力煎成功的关键就是 多烧倒泡烟的时候 加入适量食用油 关小火 我们把海力加进去 用小火慢煎 现在我们的海力煎一面已经煎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扣上一个大盘子 给它翻面 这样是可以零失败的翻饼 好了 出锅 加入我们的海力煎 全程用小火来煎 来扣上面 好了 出锅了 超级香 这么香的海力煎 如果你也做成功了 记得回来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感谢你的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